HELLO 你好 我是克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就在前些日子 大家敲碗很久的動身手遊 動物森友會口袋露營廣場 終於推出中文化了 克雷今天會在這邊簡單的分享一下自己遊玩了一週的心得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喜好 這邊小小喊話一下 克雷的FB粉絲專頁和IG開張囉 之後會在那邊放一些比較閒聊和日常的部分 或是影片中礙於篇幅而刪減的小知識補充 也很歡迎大家一起來聊天討論喔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影片資訊欄的連結 那就讓我們開始進入主題吧 這一款手遊 下載遊戲本身是免費的 不過跟其他免費手遊一樣 裡面還有一些刻性的道具可以使用 遊戲的一開始 會由西斯惠引力玩家進行基本操作 這時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風格 克雷一開始是依照附贈的島民來選 自己是選擇了阿波羅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 這裡選擇的風格不會決定未來的風格 僅是初始獲得家具的風格 而各種風格的家具和島民 未來都可以透過其他的管道來獲得 而除了一開始附屬的島民外 其他三個選項的動物都可以在等等的地圖上解任務後邀請 尋好風格後就正式開始囉 克雷將這幾日遊玩的心得列成幾個要點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等級的部分 手遊版新增了等級制度 等級是隨著動物們增加好感度來提升 而提升動物好感度的方式 可以透過送點心或是完成動物的委託 動物好感度每提升一級 我們就可以獲得經驗來升等 每升一等可以獲得10張葉子卷 遊戲會在升等的時候 給你一些道具或是解鎖一些功能 島民的部分 除了一開始附贈了原始居民外 約3小時左右就會有隨機的幾隻動物前來島上 跟Switch版有點類似 在完成動物的不同條件的任務後 我們就可以邀請他們住進我們的露營區 如果你沒有邀請他們 動物在時間到了之後就會離去 下次還會再隨機出現 而剛剛提到的條件任務 大多是要製作一些特定的家具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獲得居民的方式 你可以透過地圖上旅遊的貨船來獲得動物地圖 這邊三個可以探索的島都是隨機的 一定時間後可以免費刷新一次 我們在取得動物地圖後 可以點選地圖上的複達圖示 在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讚 我們需要骰骰子來前進 骰一次骰子所花費的道具不盡相同 如果缺道具的朋友 也是可以用萬能的葉子卷直接抵達終點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透過地圖獲得的動物 不再需要解條件任務 而是可以直接利用露營區左上角的貓咪圖示 直接進行邀請 露營區的話可以同時邀請8隻動物 而這些動物可以隨時更換成已經邀請過的或是透過地圖獲得的動物 接下來要講的是 我自己認為這款最大的賣點 家具和衣服的部分 除了隨著等級提升會解鎖一般家具和衣服 可以透過收集材料加上遊戲中的金錢來製作以外 也有僅能透過葉子卷來取得的家具與服飾 另外其他的取得方式 還有像是購買幸運餅乾抽獎或是解解活動任務之類的 不過通常啦 只要比較精美好看的家具大多都只能用葉子卷來購買 這些家具有些擺放出來以後動物們還會和它互動 而動物們可愛的特殊反應可以說是勸敗家具的最大理由 接著來談談玩家在遊戲中可以做的事情 採集的部分和Switch版一樣 我們可以靠著點擊果樹的樹幹幾下 撿起掉落在地面的果實 而果樹支援刷新的時間相較於Switch的版本則是縮短至3個小時 而釣魚和抓蟲基本上也是大同小異 釣魚的操作方式則是點選水面拋乾 在出現點擊後的圖示後立刻點選即可獲得漁獲 地圖上分別為波波河和海風沙灘 這部分魚影的大小和洞生一樣不同的魚種會有所區別 而捕蟲的操作方式圍在遠方就點擊昆蟲 角色會舉起網子慢慢的走過去 出現點擊的圖示後立刻點選就可以順利抓取 這邊可能需要多試幾隻手感才會容易上手 而這邊要小心的是 如果你指責衝過去昆蟲那邊 一樣是會把昆蟲嚇跑的喔 順帶一提這款手遊中 新之二使用消耗性道具 一次隨機抓取多隻昆蟲魚類的功能 這邊的果網和蜂蜜可以透過完成成就 或是同樣使用葉子卷來取得 種植植物的話 你可以由露營區左方進去花園 點擊地面後選擇播種 等待一定的時間後就可以採取花朵了 這些花朵可以和人在土壤裡的花進行育種 來獲得不同顏色的種子 種子也還有其他的取得方式 像是跟游泳購買或是解任務 動物贈送也會有 最後要講的是比較不同的採礦的部分 這個地方比較沒有那麼親民 需要透過朋友的協助或使用20張葉子卷才能進去 進到裡面會有基礎教學 而採集到礦石在離開前會結算成金錢或是道具 葉子卷的課金價格大約在20張33塊台幣左右 其實不僅前面提到的這些地方會用到 遊戲中各式各樣的地方都有需要它出場的時刻 像是抽一次幸運餅乾就需要50張葉子卷 雖然遊戲不需要課金也能開心遊玩 但是些許課金後會讓遊戲體驗顯著提升 如果你在收集家具和衣服上 是個強烈的收集控的話 荷包均也要相對飽滿才行 而這款也和Switch版一樣具有好友系統 你的資源區會不定時隨機出現其他的玩家 透過和他們對話會有不同的選項 像是看看對方市集的商品 或是去參觀對方的錄影區 以及送出好友申請 而除了隨機遇到的玩家以外 我們也可以透過輸入ID的方式來新增好友 成功成為朋友以後 好友們可以互相幫忙交水或是協助進入礦場 比較可惜的是 克雷目前沒有看到聊天系統 除了上述幾個簡單的互動以外 好像不能跟朋友們進行進一步的交流 來總結一下克雷對於這款遊戲的出錢心得 它可以說是一款操作上容易 而且攜帶上更加便利的簡化版動森 可以隨時隨地進入遊戲和動物們相處 遊戲裡的家具和衣服 甚至有一些比Switch版本還要精美 遊戲操作上也更好上手 幾乎每一項都會有教學解說 適合各個年齡層的朋友 以及無欲無求的佛系玩家 整體而言有點像是之前流行過的手遊 來我家玩吧 遊玩的流程大約三四個小時進一次遊戲 收一收水果解一解任務就可以放置一陣子了 如果你平常玩遊戲 很喜歡布置的元素的話 這款動物生友會口袋露營廣場可能會蠻適合的 不過如果你不喜歡這種沒有主線劇情 又怕有一點作業感的朋友 這款可能就需要稍微再考慮一下了 以上就是這款動物生友會口袋露營廣場 克雷小小的心得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介紹也歡迎按一下下方的訂閱鈕 你的支持對我來說會是很大的鼓勵 已經訂閱的朋友也可以打開一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喔 今天的遊戲真心話就先聊到這邊 我是克雷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方的影片